岳飞被秦桧陷害时,为什么十万岳家军无动于衷,真是原因让人气愤,宋朝绍兴十一年的深秋,大理寺的牢房中不断传出冤屈的呼喊,赫赫有名的岳飞将军就这样蒙冤离世,令人疑惑的是,这位曾经带领岳家军在尹昌之战中以区区五百人就大败金兵十万的英勇将领,怎么就落得这般凄惨的结局呢?十万岳家军在哪里?他们为何不伸出援手,将一代名将救出来? 八历史密文,探古今真相,欢迎订阅历史小巴克,岳飞出生的时候,正值北宋末年。 朝堂非常混乱,君主只顾享乐,奸臣一心作恶,丝毫不考虑江山设计,这些臣子为了满足宋徽宗的虚荣心,除了大稿花式纲外,甚至还想将燕云十六州夺回来,说到燕云十六州,这片军事重地之所以落入他人之手,还要追溯到五代十国时期,在当时那个混乱时期, 有一个沙途式的皇帝,名为石敬堂,他为了个人私利,将燕云两州的十六座军事重地让给了契丹,也就是后来的辽国,等到赵匡印篡取后州之位后,改国后为宋,也就是被世人所熟知的北宋。 从北宋初年,历经七世皇帝,数百名贤臣猛将,一直未能将燕云十六州夺回来,结果宋徽宗和一帮只会玩弄文字的坚定小人,妄想夺回燕云两地,但他们夺回来的方式,竟然不是靠发展自身实力, 而是选择玩弄计谋,通过和北方金国合作,提供辽国,没想到辽国真被打败了,只是打败辽国的并不是北宋,而是更为强大的金国, 隐狼屈虎,虽然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最终会导致隐狼入室,近日南下后,不但贪恋北方的燕云十六州,他们还要南方中原腹地。 于是发生了靖康之耻,发生靖康之耻的时候,岳飞已经是北宋军中的一名小官兵,他眼睁睁地看着二帝成为金人的奴隶, 这是岳飞一生之耻,从此之后,他一生都在为救回二帝而努力,直到成为明镇天下的北宋大将军, 他为了击败金国大军,跟过名将学习兵法,也曾与小人对峙营帐,奋而出走,孤身作战,只要有一丝机会,他就不断地北伐,不停地作战, 一直打的金国士兵都知道南方有一个猛人,岳飞,就这样,靠着顽强不屈的精神,岳飞这个名字被天下人所熟知, 甚至连陆林好汉都以其为偶像,于是,在积蓄好力量,准备北伐金军,将金人彻底赶出中原的时候, 岳飞收到了十二道金牌,十二道金牌到底有多可怕,如果置之不理会发生什么, 莫须有之罪,宋朝时期,为了加强传递军令的权威性,所以传递军令时,往往让士兵拿着皇帝的信物, 而金牌有点像上方宝剑的意思,代表着最紧急的军令,所以当一位镇前将领听闻金牌传令, 往往都是涉及国家安危的大事,比圣旨的等级还高,可在岳飞北伐之前, 他连续接到十二道金牌,每一封都在斥责他,让其尽快回潮,这就相当于你在外出拆谈项目。 公司顶级大老板连给你打十二个电话,这事情该有多严重, 这次北伐,是岳飞策划已久的终极一战,据传闻金国皇帝听闻岳飞的威名, 都准备逃离开封,回到北方了,并且中原汉人砸过麦铁, 几乎是全家老小齐上阵,就为了支持岳家军, 如果岳飞临阵撤兵回潮,那些中原百姓必然受到金国的严厉打击, 岳飞,生命堪忧,在他回潮的路上,千万百姓跪地阻拦,绵延数十里, 他们齐声高呼,错过这次北伐,下一次岳飞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只能看到一堆堆黄土。 殊不知,这次回潮,岳飞也回不来了, 他回到临安的时候,本来打算直接入宫见皇帝, 想和赵构说清楚情况,自己从史之中都没有反心。 但是他还没进临安城,就被禁卫军拦住去路,直接押入大牢, 从被押入大牢的那一刻开始,岳飞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宋高宗照够了, 无论他如何要求见皇帝一面,但都遭到了秦桧和万旗谢的阻拦, 至死都没有见到宋高宗一面, 虽然历史上从未有过关于宋高宗参与谋害岳飞的描写, 但这个半路皇帝真这么清白吗? 首先是十二道金牌,皇帝不点头同意, 即便秦桧全秦朝野,他也不敢擅自发送军令, 还是连发十二道,而且在此之前, 岳飞就因为多次提到过就回靖康二帝, 遭到皇帝的嫌弃,毕竟靖康二帝回来了, 他这个宋高宗又该何去何从, 而且岳飞的名气越来越大, 如果再放任下去,真让他夺回了中原腹地, 将金国逐出中原,那他这个皇帝还能坐稳吗? 在照够眼中,能握在他手中的天下才叫天下, 如果不能,还不如让给金人呢, 至少金人可是弹劾的, 如果让赢得天下威望的岳飞攻占北方, 并且自立为王,那他安居一余的想法就破灭了。 所有岳飞被召回之事, 照够其实才是那个幕后黑手, 而秦桧等人助纣为虐, 既然岳飞在临安已是死局, 那他的十万大军在做什么,有心无力, 如果知道岳飞蒙冤入狱, 十万岳家军调转方向,直逼临安城, 肯定能将岳飞从狱中救出来, 即便皇帝再怎么纵容秦桧等人, 这些人再怎么猖狂, 他们始终都是手无寸铁之辈, 怎么敢和十万大军作对, 如果放在其他朝代, 这一想法还真有可能实现, 但在宋朝是完全不可能的, 别忘了赵匡印是怎么窜取的天下, 当年就是因为周世宗柴荣因病暴毙, 幼子没有实权, 赵匡印作为后州的大将, 说是带兵打仗, 结果刚出城就黄袍加身, 转头就窜取了皇位, 夺去后州的天下后, 他担心自己重蹈覆辙, 立马杯酒是兵权, 打压重将领, 杯酒是兵权, 也不是简单的坐一起喝杯酒, 将领们交上兵权, 就此了事, 赵匡印为了镇压这群武将, 直接在他们头上设立了一个疏密院, 疏密院之首由文臣担任, 很多人说北宋是中文轻武, 可以更严谨一点, 可以称作以文欲武, 这就是为什么北宋时期, 虽然将门贫出, 猛将如云, 但就是掀不起风浪, 因为众武将是由文人率领的, 只要范氏立马遭到罢处, 但是实力弱小的文臣, 放在其他朝代, 早就被这群手握重兵的武将吓死了, 比如清朝时期的年庚瑶, 领兵在外, 十分强势, 满朝文官都不敢与之为伍, 更别说命令他了, 出身航武的赵匡印, 早就想到这一点了, 于是想了一个非常奇葩的办法, 既然武将容易拥兵自重, 而且时间一长, 这些士兵很容易对将领产生崇拜心理, 出现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的情况, 他让各地将领驻守一地, 不要随意牵动, 而士兵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一个地方驻守, 这导致士兵和将领之间的联系变迁, 很多人打仗之前, 都不知道自己能率领多少兵, 士兵战役如何, 而且经常大军迁徙, 浪费了无数钱财, 这就是为什么北宋经济如此繁荣, 猛将层出不穷, 士兵数量也不少, 但就是打不了胜仗的缘故, 就连靖康支持时, 将领们都不能主动调遣士兵支援, 只能等待朝廷下令分兵, 耽误了战机, 而岳飞被关入大牢的时候, 他手底下的谋士和亲信早就被替换了, 这些岳将军的忠良之士死得死, 刘放的刘放, 还有一些投机取巧之辈, 直接依附在秦桧旗下, 进而为他提供岳飞莫须有的罪证, 而这些宋国士兵早就被当时的宋庭洗脑了, 他们认为将领的更换是常态, 既然岳飞走了, 就会有新的将领任职, 跟谁打仗不是打, 因此, 岳飞在风波亭下仰天长叹时, 这十万岳家军只能妄将兴叹, 什么都做不了, 在这场莫须有的冤案中, 有着形形色色的人, 最高掌权者宋高宗高高在上, 是最终裁定者, 秦桧, 张俊, 万岐县, 罗汝吉等人, 都是构陷岳飞者, 吉利搜罗岳飞之罪, 还有冷眼观者, 有避祸保身者, 也有落井下使者, 邀功求赏者, 但是, 偌大一个天下, 却少有敢于直言者,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那是不明智的, 轻则流放, 重则病罪, 不过, 也有人明知如此, 却依然敢于挺身而出, 虽然只有寥寥无几的庶人, 赵氏鸟是宋朝皇室后裔, 是宋太宗的五世孙, 他的曾祖父赵允让, 就是宋英宗的父亲, 按照辈分来说, 赵氏鸟还是宋高宗赵构的皇叔, 而且还有大公, 在赵构未曾即位之时, 他上奏孟太后, 请赵构继承大统, 赵构得以即位, 这是赵氏鸟的一大公, 在到苗父, 刘正燕作乱废处赵构时, 赵氏鸟写了两封秦王书信, 一封给了张俊, 一封给了吕一号, 而且其中给张俊的蜡书, 是他儿子赵不凡, 划开大腿, 藏在其中带出的, 这是赵氏鸟的又一大公, 后来, 赵氏鸟又因前去拜业临寝之功, 被册封为齐安郡王, 齐安郡王赵氏鸟素有贤名, 为人刚之不阿, 曾直言弹劾陷害忠良的宁臣, 到秦桧担任宰相后, 无人敢与他争执, 只有赵氏鸟多次与他争论, 身为秦桧记恨, 到岳飞被陷害时, 满朝滚滚诸功, 没有人敢为他发声, 就连浑身是胆的韩世忠, 也没敢去见赵构, 只是去结问秦桧, 而赵氏鸟去拜业西京河南府的祖陵时, 路途中曾去岳家军大本营与岳飞见过一面, 热血的两人一见如故, 他深深佩服岳飞的耿耿忠心, 此时赵氏鸟毅然站出对赵构说, 中原未敬, 火及中义, 失望二圣不欲赴中原也, 臣以白口宝妃无他, 在这等时刻, 也只有赵氏鸟敢于直言为岳飞变白, 赵氏鸟不仅是为岳飞变白, 而且声言他是中义之臣, 并以全家白口性命为岳飞担保。 可惜的是, 皇叔赵氏鸟不仅没能救下岳飞, 自己也被牵连, 先是秦桧弹劾赵氏鸟与岳飞私交, 踪迹鬼秘, 宋高宗就免去了他的官职, 又有墨齐县连续弹劾赵氏鸟, 他就被以贪脚贤人, 彭比奸邪的罪名贬出临安, 责令到建州居住, 最终, 赵氏鸟在建州十二年抑郁而逝, 至家是焚州进士, 也是岳飞的幕僚宾客之书, 好直言, 在岳飞领兵时, 打造了一个人才祭祭的岳家军, 到岳飞下狱后, 岳家军的将领大多却是保持沉默, 更有落井下使者, 向秦桧等人揭发了岳飞的一大堆问题, 更有甚者向姚跃建议岳州与叛臣同字而改名, 然而, 黑暗中还有一丝光的, 至家并没有明哲保身, 没有保持沉默, 他上书为岳飞明驱, 这是不明智的, 但至家依然选择了直言, 至家自然没能改变什么。 反被诬陷收岳云贿赂传输彰显, 最终, 至家先被杖则二使, 又发配两千里之外的援州, 因不堪凌辱而死于援州, 这四人都是大理寺官员, 也都与岳飞之案牵连, 在为人所知的说岳和岳飞传中, 有节故事叫堪冤与周三位挂官, 当时周三位是大理寺正卿, 审问岳飞之时, 知道他无罪却无能为力, 又不愿背负这个罪名, 就趁夜挂官逃去, 后来, 周三位为岳飞辩冤, 被恢复职位, 又审问了张俊, 莫齐谢, 罗汝吉等奸臣, 可谓是个极其正派的忠臣, 实际上, 周三位确实是大理清, 参与了审问岳飞案件, 只是周三位就是个副主审官, 他不属于秦桧的党羽, 但也没有任何表态, 后来, 岳飞死后, 周三位和莫齐谢一起进行了升官, 可见他最少也是个唯唯懦懦的人, 不过, 大理寺中确实有几位硬骨头, 何柱是御史忠臣, 也是秦桧党羽, 负责主持审讯, 在何柱结问岳飞谋反之时, 岳飞坦被露出深入肌肤的尽忠报国四个大字, 何柱看到后为之震惊, 他看到了一个只图忠心报国的烈烈忠臣, 这也唤醒了何柱的良知, 他去向秦桧便说岳飞的冤屈, 秦桧很是不高兴, 说此乃伤一眼, 何柱没有退缩, 又是小之以理的说, 强敌未灭, 无故戳大将, 失势足心, 非设计之常计。 在见识了岳飞的忠职后, 何柱说出了正直之言, 秦桧虽然被何柱说得哑口无言, 却只是恼怒何柱不是好歹, 又改任心服万其械代替何柱主审岳飞, 随之秦桧又弹劾何柱庇护岳飞移朝政, 建议将他冲军领南, 最终宋高宗没有同意将何柱发放领南, 只是将之贬到辉州, 薛仁府是大理寺少卿。 岳飞下狱时, 他就直言尚书岳飞无罪, 秦桧大怒, 让御使弹劾薛仁府, 最终薛仁府已痴心不平, 用法反复之罪被罢官发放饶州, 李若普和何燕游是大理寺少城, 也都是全城参与了岳飞指案的, 在岳飞被定罪后。 两人仍是据法力争, 不认可岳飞之罪要从轻处理, 后来, 罗鲁吉弹劾两人说, 大理寺官员都认可岳飞之罪, 死有余则, 独二人轩然, 李以众义为非, 物余从轻, 两人一起被罢官。 刘允生和范成之是不一之事, 却也是天下少有的敢于发言者, 在岳飞问罪下狱时, 天下震惊, 滚滚诸公不敢言, 这时, 却又与岳飞素未谋面的老百姓, 出于义愤为他发言, 想要替岳飞申冤, 想为天下留下这个忠义的大将, 见男范成之直言, 他没有见过岳飞伴面, 没有受过他一顿饭的恩情, 只是恳求宋高宗不要自毁长城, 这是为朝廷而言, 只是当时没人能劝说的了宋高宗, 敢于直言的人都受到了牵连, 最终, 刘允生被投入大理寺而死, 范成之则是死于刘放帝, 蒋世雄和王处仁都曾归属于岳家军, 在岳飞下狱前, 曾冒险为他通风报信, 实际上秦桧最先想构陷的并不是岳飞, 而是韩世忠, 在议和之事上岳飞是反对的, 但他的态度就是辞职回家, 而韩世忠却曾让部下假冒义军截杀金朝使者, 后因被泄密才没成功, 秦桧自然大怒, 准备证人诬告韩世忠, 而且示意了岳飞, 岳飞自然不肯同流和乌, 择斥秦桧一番, 又写信通知了韩世忠, 韩世忠接到信后大惊, 连忙去求见宋高宗, 当初的韩世忠有着颇寒武之称, 胆大包天, 此时也是跪地哭泣诉说忠义, 宋高宗也不想杀韩世忠, 因为韩世忠是从龙之臣, 又有救驾之功, 就授意秦桧不可诬陷韩世忠, 韩世忠这才免受被诬陷之罪, 但这尾时已经吓着了他, 后来岳飞下狱时虽愤怒, 但也不敢去见宋高宗上言了, 在韩世忠之后, 秦桧和张俊开始着手诬陷岳飞, 这一手和诬告韩世忠一样, 先找了岳家军的王俊诬告岳飞谋反, 又胁迫王贵接受状子, 诬陷岳飞, 到岳飞被投入临安府大理寺牢狱之前, 他也已经得到了消息, 蒋世雄和王处文曾先后冒险通知岳飞, 说王俊诬告他谋反, 要他上奏自贬清白, 如此情况, 岳飞确实也应该如同韩世忠一样上奏清白, 但是岳飞这个人就是太过刚知倔强, 他不愿学韩世忠的哭诉, 他只是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忠臣, 不便自明, 最终岳飞生死大理寺牢狱, 在岳飞被问死罪时, 蒋世雄和王处人也是一并问罪, 这两人因为传暴泄露朝廷机密, 被革职流放, 奎顺是临安大理寺的狱卒, 只是一个小人物, 在岳飞被投入大理寺牢狱后, 奎顺对他很是敬佩, 多曾照顾于他, 不过,奎顺就是一个小小的狱卒, 他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只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1142年1月27日, 岳飞被处死于大理寺, 在这等危险的时刻, 奎顺甘冒起险, 偷偷将岳飞的遗体背处临安城, 埋在了前堂门外酒区丛子旁, 为了便于便认, 奎顺将岳飞随身带的玉环 放在了他是尸身上, 又在棺材上放了一个 有大理寺乐字的牵筒作为符号, 然后, 奎顺又在坟前种下两棵橘子树, 立被甲称为甲夷人坟, 实际上, 奎顺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 在岳飞死后, 不仅上面那些曾为他直言的人 被流放或处死, 与岳飞稍有牵连的一大批人 都被罢官流放, 奎顺这种私藏岳飞尸体的人, 一旦被发现, 难免落个家破人亡, 因此, 奎顺是个值得轻始留名的人物, 直到二十年后, 宋孝宗即位, 才将只为岳飞追附元官, 以礼改葬, 此时的奎顺已经去世了, 但他临终前将这件密室告诉了儿子, 他的儿子又在这青天白日上报给了朝廷, 最终, 朝廷将岳飞以礼改葬在西湖七峡岭, 施权是电司小军官, 而并不像演艺评书中是岳飞手下大将, 在岳飞被害后九年, 施权曾在仲安桥行刺秦桧, 这一切还是因为秦桧主和物国谋害岳飞, 施权才对他进行了行刺, 不过施权并没有行刺成功, 但他面对秦桧的审问, 只是大意凛然地说举天下皆欲杀辱人, 辱毒不肯, 故我欲杀辱也。 最终, 施权被恼怒的秦桧处以极刑, 施权虽死, 忠义却永不磨灭, 岳妙之中也有施权词, 祝有他的同像。